事件的处理基础部分 那事件我讲过了 就是当按一下按钮 或者是说点击 反正有很多种事件 就是当触发什么事件 它会帮你做侦测 有一个倾听 Listener就是 它随时在那边倾听 在那边扫描 就有点像一个保全 反正就在那边看 有坏人进来的话 做什么事情 通知警察 要不然就是向前 把他逮捕之类的 反正你就是这个后面 你可以给他一个指示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所谓的事件处理 在任何的程式里面 都会有这样的处理机制 事件处理 那只是说呢 在每个语言的处理方法 都不太一样 那只是说呢 在如何去处理 其实会有几个方法 在我们书上面有讲到 就是说 这边的话有一个是button 处理button的话 这边有一个是 我们看一下 这个有个button 那button部分的话呢 书上面有几个方法 那我教各位的是 set onclick 这个方法其实我是觉得最简单 最好记 至少会有三种以上的事件处理方式 书上面有提到就是说 你可以在什么呢 在这个enjoy的这个button里面呢 增加一个什么 onclick的一个标签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方法 然后你再去create出一个这个方法 他就会去执行这个方法 但是我觉得这个方式 好像还是有点麻烦 因为你变成你要第一个 你要先去哪里呢 先去你的这个城市里面 开启什么呢 开启你的man man里面的话呢 那你就要到本来是这个地方 你要把它这样 切到旁边这边有一个xml 然后呢 在这边的话呢 增加一个什么呢 增加一个标签 那这个标签也不难打 你就打一个什么呢 打一个enjoy冒号 然后呢 会出现一个onclick就出来了 后面的话你就给他一个什么呢 你要执行那个方法 他就会当onclick的时候 去执行那个方法 这样也可以啦 只是我觉得这样的方式 有点麻烦 你要先处理界面 再处理程式 会有两个部分 那如果说你程式部分 用setonclick的话 一个动作就完原解决了 只是说你刚开始要 稍微背一点点东西而已 这是差别的地方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各位 如果有兴趣的话 自己也可以用标签式 那每一本书写的都不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呢 光事件处理 就很多人光看